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面妹 在粵語中有句言後語叫做老舉埋年算 那老舉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不知的老友記可以在底下留言問 在旁邊左右的 靜靜地問好了 埋年的意思即是說年紀大 而算數的意思即是說算啦 剛才所說的七其實都是借陰字 本字應該是上山下十 不過很可惜很多輸入法都打不出 所以逐寫成七 至於這個笨七即是形容這個人傻頭傻老 腦光不靈活笨絕的意思 那加了七童九 其實是起到一個強化的作用 是語氣助詞來的 不知大家發不發覺 有時候說一句話激動起身 加個七童九 是令到整段話套有氣勢的 但是非不得已就不要經常拿出來說 因為大家都是文明人 第二個血頭語 風吹皇帝富浪 顧寒 大家都知道這句血頭語的意思 是形容某一個人好鬼死笑氣 好鬼死淪色的意思 所以都不用多作解釋 那說一下這個皇帝富浪 本字應該是這個 SURPRISE 沒錯人家是多音字來的 在粵語中可以讀當 亦都可以讀浪 在字典裏面的解釋 是字典裏面的解釋 是指兩條腹腿之間的連接之處 亦都可以指人體的某一個部位 在康熙字典裏面也有記錄到 唐穎穎穎穎穎 渡浪設 陰當 裏篇兩當衣明 右欲篇 負當也 前看外戚轉 窮富當 積金 雲當富也 除了說富浪之外 亦都可以說爆浪 當步 或者是浪蕩 浪蕩 那浪蕩是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 歡迎知道的在底下留言 平時生活上可以這樣說 阿強你還小嗎 你以為你還在穿開浪褲的時候 三勝一點 幾十歲 在這裡順帶一提 廣府人說的富浪 其實是來源於富當 那為什麼將人體覆框之下 稱之為當呢 其實在古代的戰爭 男子重要的部位 往往是敵人攻擊的重要位置之一 在傳統的武術裏面 亦都保留了這些狠毒的招數 例如療音手 絕護爪 或者是殘雞腳等等 這些陰濕的招數 所以古代的海隔 都有設置胡擋下面的胡擋 胡擋 胡擋即是防護擋節的意思 簡單來講 即是擋來自於擋 那月地有些片區 亦都會叫防擋嗎 或者是浪蕩 忽然之間醒起有一句 猴子吃生果是什麼意思呢 真是不知道 知道的話 可以留言解釋一下吧 好了 到最後都不差再說了 風吹皇帝富浪 孤九寒 孤九寒的狗 其實都是借陰字 本字應該是C字頭下面一個球 這個字的意思 即是指某一種作案工具的意思 如果平時說人家 暗狗的意思 即是說人家傻瓜 笨蛋 鬧之不巧恤 不愧巧的意思 如果平時還說人家 拿破崙 知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呢 知道的話 抵押留言 好了 今期大面妹的視頻 暫時就分享到這裡 下一期再見 拜拜 拜拜